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望言望相才能够得到他的意 或者换一个说法 就是得意在望相 得相在望言 这个是王毕他所阐述的言相意之间的关系 虽然他是解释的是周易 周易代表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思维 也就是意向思维 意向思维 周易的相是八卦 那么这个八卦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前卦 这个是坤卦 那么前卦 这个叫做卦像 坤卦的卦像 那么这个卦像里面 它是包含有圣人的意图的 圣人的意图的 圣人的意就全部包含在这个卦像里面 所以呢 你就要通过这个卦像 它的构成 每一窑的构成 去理解 探明 圣人之意 那么年代久远了 八卦呢 相传是周文王 被居有礼的时候 而推演出来的 那么太远的时候 时间太久了 后面的人呢 就不知道呢 这个卦像包含圣人 什么样的意图啊 因为他的意图 不是用语言说出来的嘛 他是用卦像来表示的 那么这样问题就来了 后人呢 为了一 那学者 为了一样 大家都理解 或者知道 圣人要说什么 那么又用通过语言 来对这个卦像 进行解释 解释 它后面 包含有作家 什么样的意图 所以 用语言来进行解释呢 那些呢 就叫做卦词了 卦词出现了 卦词就是言 这个就是言相意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就确定了我们中国的一种思维 也叫做 意象思维 这种思维呢 和我们古代啊 艺术的思维 艺术的思维是有相通之处的 比如说 我们的诗歌创作 我们的绘画 他那种创作思维 就和周易的这一种意象思维相通 你看看 唐代的白居易 在解释 什么叫做诗歌的时候 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诗者 根琴 苗言 华松 实意 白居易的解释 也是通过了一个比喻来进行的 他用什么来比喻呢 他用了一棵树 一个植物 他可以开发结果的这样一个植物 来打比方 来解释这个诗歌 那么根琴 我们知道这个根就是树根 树根呢 在为植物那里 它是埋在地下的 埋在地下的 那么 它是决定一棵树 它那个根没有根 那么这个树呢 就会死的 所以它是决定这个树的生死的 那个根本 那么用这个根 来比喻诗歌的琴 诗歌的琴 就是诗歌的生命所在 它具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它是相当于一棵树的根 如果说诗歌没有琴 就相当于一棵树没有根 那么问题是 树根是埋在泥土下面的 你没有长出来 我们不知道你的这一棵是什么树啊 对不对 那么琴呢 本来是存在这个人的胸目中 胸中 你还没有表露出来 大家都不知道你那个琴是什么样的琴 有多深 有多重 对不对 大家还不太明白 所以你一定要通过表现出来 就在行 那么怎么表现呢 它要打一个比方 那么如果树 它要生长的话 它首先就要长出地面来 有了根还不行 你要长出地面来 让人家知道 你一长出地面 你不是有苗了吗 有苗了 人家就知道 你这一棵是什么树了 人家就可以判定 那么拿这个关系来比喻比方 就是说 一个人你有琴的时候呢 你要通善语通过语言去表达 语言与表达以后 人家知道你的这个是什么琴 是悲还是欢 是离还是和 对不对 是悦还是怒 那就比较清楚了 所以白居易呢 他就通用这个树的苗 来比喻诗歌的言 那么言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为了表达 就是为了表达 书法感情的 这样的一种媒介作用 那么 诗歌它不仅仅就是 好像我们说 言语一般的叙述语言 来把感情 情诗表达出来 也就行了 诗歌的语言 有诗歌语言的要求 有诗加语 它和一般的语言 是不一样的 它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诗的语言 比一般 好像散文叙述的语言 它讲究更精亮 更加美 更加有一种魅力 所以 它就相当于 如果用那个植物树来表达的话 那么 树长出了苗以后呢 它还要开花 还要开花 那么你的语言的表达 诗歌语言的表达 就好像那个树 长出苗来 还要开花那么美 你要有那么美才行 那么你树一开花 它更能够辨明 这一棵树 是什么树了 树到开花的时候 恰好也就是这棵树 最美的时候 那么这个树呢 如果开完花以后 它还要结果 果就是实 果实 那么诗歌呢 通过语言去表达它的情 或者通过一个优美的语言 来表达你的情思的时候 那么最后呢 它就让人家明白 那么你表达这个情思 要产生什么作用的 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的 这个叫做实意 那么其实依据的这个思路 还是传统的 言相意之间的一个思路 阐述的呢 里面包含的关系 也是言相意之间的关系 那么根据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的四个剑散 应该如何展开的问题 就是要从言到像 再到义 这样的去展开 这个问题呢 刘协在文心雕龙里面 找着有相关的论述 在文心雕龙的《知音》 这一篇刘协讲了六观 四以江月文情 先标六观 一观未体 二观致辞 三观通辩 四观积政 五观四意 六观公商 施述 施述即行 则优劣 现矣 或者你说优劣 见矣 这种也可以理解 那么这个六观呢 是代表什么 他说一观未体 这个未体就是指 文章的情质安排 比如说我们讲 诗缘情 诗言质 对吧 情质的安排 奠定 中心思想 这个叫做未体 二观呢 致辞 致辞 也就是 敷衍迟早 叫做致辞 三观通辩 通辩就是讲通古辩经 我们考察一些问题 要懂得通古辩经 积政 积政呢 指的是姿态的积政 五观四意 四意呢 是针对作品的题材而言的 就是指作品的题材 工商呢 是指语调语气这一类的 因为呢 古代的有一些诗歌 它是可以配乐来演唱 配音乐来演唱 那么你通过演唱歌词 那么 你也有一个腔调的问题 也有个松音的问题 工商就是指语调词气这一方面 那么六观呢 你把它把它区分呢 它可以分为 作品的内容 这一方面 和形式的另一方面 位体通辩示意 这三项是属于内容方面 至词 积政工商 它是属于形式那一方面 你看到下面怎么讲 罪文者 情动而持发 观文者 批文已入秦 言波讨言 虽幽避险 罪文者就是从作者这个角度 你写作 创作这个角度 这个人而言 那么创作你首先要情动于中 我们古代的这个文论 情动于中 然后而行语言 这个就叫做情动而持发 先有情 然后通过语言表述出来 观文者 观文者就是我们讲的读者 和鉴赏者 观文者是什么呢 你恰好这个反过来 你这要批文以入秦 我们呢 如果要这样来表述的话 创作者 是情动于中 然后呢 通过语言去抒发 对不对 语言就抒发 那么语言就是表现的 这一方面呢 属于形式 情是属于思想内容 这一方面 观文者呢 那你恰好呢 就要倒过来了 形式也就是文 那么 你这要通过呢 写出来啊 作者创作写出来 情动于中 而行之于言 写出来就成为作品了 那么我们的介赏者 那要就从作品的形式入手 慢慢慢慢去 理解 领悟 它所包含的意义 也就是情 这叫批文以入情 打一个比方 下面它又打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去考察一条河流 河流本身它是有源头的 有源 有流的 流 我们看到流的时候就看到了它的波浪 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考察一个 这个一条河流 你就要知道 通过呢 它的波浪 沿着它的波浪 慢慢慢慢去追溯 溯 探索 它的源在哪里 就叫做沿波而讨源 你要呢 资格建设 你要做一番这样的功夫 虽幽而避险 就是如果作品 它的意思 它是表达的 比较含蓄的 或者非常含蓄的 但是你通过这样的一种考察的功夫 去探索 那么作家的意图 也会啊 被我们所领悟到